我只在吃個飯 就什麼 實況主TOYS 嗆超哥餐廳醋飯難吃 慘遭暴力痛歐 但現場亂想還沒停止 我怕暴力了 你論自由 可以這樣子隨隨便便 就被人家打了 不管了 就被人家 不管他人家 再一個東西難吃 要被打 我們自由民主國家嗎 男子頭戴安全帽 正在超哥店外狂嗆瞎 就怕場面失控 遠景到場將人帶離 我會站出來 把隊企抱你 你直接放開 整條路上比手畫腳 情緒相當激動 不時轉頭對群眾發表超派言說 望虹開餐廳 真的有這麼難吃嗎 館長吃給你看 他這個真的是實話實說 東西是好吃 不好吃我還一直吃 這個真的很公正 大塊朵衣沒給負評 不過結局竟然超展開 就是這一口夾起生意片時 被眼間網友抓包 疑似吃到橡皮筋 結局超展開 大家要講多久 我今天就沒有吃到橡皮筋 有吃到橡皮筋 我會把它吐出來 好不好 我沒有老人吃它 搞半天原來是沾到醬油的蘿蔔絲 館長四度澄清沒吃到橡皮筋 但網友笑翻直呼 連橡皮筋都吃的人真的很公正 果然是津津有味 不過外帶沒問題 餐廳卻遭內用民眾檢舉 衛生局22號派員前往稽查 發現餐廳確實有部分衛生缺失 限期改善 否則最高開閥兩億 超派鐵拳風波不斷 爭議還在延燒 記者黃明俊范亞橋台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